有二十几年 就是从大概两千年开始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海峰老师是我的另一半 那他因为很有才华很有激情 所以我之前跟他在一起 我就比较轻松 但是还好我很爱学习 我就一直跟着学习 那包括我自己也很爱做生意 所以我也相对比较有生意头脑 那在做如果 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也有我们就是可以交友一下 就可能我们所谓的 在15年之前是1.0时代 那事实上我们的发展 是从16年开始 就是所谓的社群 就是开始有微信群 用微信群讲课开始 我们就飞速的发展了 因为在那个之前 你看海峰老师那么能讲 我们就在低低地做了四年多 就一直上不去 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做到03-04年上了这个EDC七个部门的砖试之后 就感觉在做上去很累 不知道怎么做 那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那到了16年就飞速的发展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基本上安逸会议也很少参加 然后很多东西也不太明白 只是不断的在分享这个产品 跟这个事业机会 没有特别的说做安逸 但是会交很多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19年就是有疫情 那最关键是海峰老师突然意外的疑似 可是这么多年我们的事业却是 从疫情到现在吃早饭的一倍不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